今天要来讲解基础的使用F16雷达CRM模式导引AIM-120 这次所说明包含必须设定的按键和Combin Radar Mode简称CRM 与Range Fire Scans模式下导引AIM-120 因EliSS还没推出Trico Fire Scans模式所以不会提到 先看到设定内 必须设定的分别是位于摇杆上的TNS目标管理开关 DNS目标显示管理开关 Weapon Release Button 武器释放钮 节流阀上的Ladar光标开关 TNS分别有四个方向上下右左 DNS也有四个方向上下右左 Ladar光标快关可以设定在轴的部分 S轴Y轴 它也可以设定在按键上下右左 四个方向 它也有一个按下去的功能 但此次不会用到 先提到DNS的功能 左右分别是切换NFD显示 我现在按DNS往左 看左侧NFD可以切换显示 往右 就是可以切换右侧NFD显示 往上则是切换SOI为HUD 往下则会切回NFD为SOI 切换不同位置为SOI 或是以左侧NFD以后会用到操作各种按键 包含TNS操作 就必须选择SOI在此NFD或是HUD内才会启用按键操作 此NFD或是HUD内的功能 F-12切换左侧或右侧为SOI时是以白框显示的 像现在是以左侧NFD为SOI 现在就切换右侧NFD为SOI 往下就是分别切换左右侧NFD为SOI DNS往下 这里进入CRM使用环节 提供MASTER ON先调到ON AA模式按下去 左侧NFD切换为FCR也就是雷达 右侧NFD为SNS 就是显示武器咨询调整武器配置页面 点选旁边按钮 就可以切换飞单这里切换到AI-120 左侧 左侧雷达可见到白色小框框 就是雷达扫描到的目标 因2DSS还没做出IFF部分就不提到如何使用IFF 其中 待会会用目标指示框指到其中一个小框框 按小框框 继续 TNS到其中一个小框框 按下 TNS UP 一下 就会进入 CSU A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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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就可以导引AI-120 只是此模式下缺点是目标刷新率偏低 但优点是 锁定时会同时提供上下4bar左右的搜索功能 你可以看见这边他左右的 白框还是有出现 就是他有提供一定的搜索功能 刷新率偏低你可以看见他 这个目标框是会有点一跳一跳的 他刷新率是比较偏低的 如果退出此功能直接 TNS UP 一下 就回到本来的RWS搜索功能 如果 如果 与 SAA 可取行 再按一下 TNS UP 就会进入 Single Target Tracker 可取行 也就是 单目标追踪模式 优点是目标刷新率高 缺点就是 单纯追踪到一面目标 无搜索功能 无搜索功能 与LADAR可见到其他的白色框都不见了 且被锁定机的RWS会大叫 若 TNS DOWN一下 则回到SALM 而可需寻 再按一下DOWN就回到标准 RWS模式下 现在先 到STT 可以见到 赫的旁边 有 这条 长条 坝 和箭头 这就是飞弹射程 和敌击线在距离 因20SS 实际上这个显示射程还是有些问题 所以这里不特别详细解释 基本上 上面 这个数字代表 现在显示的雷达距离 从这里到这里 显示40海里部分的距离 雷达的距离 中间有个小圈圈就是主动式雷达启动的射程 底下数字代表 所以现在敌击大概距离 大概30海里 这边显示是敌击与我们接近的速度 继续 就是越来越近 主动 飞弹出去之后主动式雷达启动的秒数 会越来 会 越来越 快速就会启动了 这样现在20秒后发射后20秒 现在发射后19秒就会启动主动式雷达 像现在进入 雷达的最大射程 我等他10秒 WiPhone 3把他按下去 这样120他就飞出去了 好 像现在 你可以见到 敌击已经进入 non-escapital range 但我实际上 有时候我就会在他non-escapital range 和maxion range之间就发射 这个就是取决你看敌击的状况 他靠近你的状况 敌击种类来做决定 像现在 飞弹 4秒后就会启动他的主动式雷达 像现在他转换到T 就表示飞弹目前已经启动他的 自己的雷达 那你可以发现 敌击他 很快就被打下来 实际上 他底下这数字 于20SS 显示 还是 有一些问题 他并不会 显示你现在 打出去 这颗飞弹 而是显示 你现在 发射后 像现在是他发射后就会直接启动主动式雷达 这大概9秒后会命中目标 这像假设现在是 A10 就表示 他发射后10秒 就会启动主动式雷达 去追踪目标 今天大概讲解就先到这边 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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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